接下來剛才老師要講解第十題 它說裡面上經過一個固定點的N個圓 最多可以把裡面分成幾個部分 我們就畫一個圓 如果畫一個圓當然有內部分外部 所以AE的時候 N等E的時候應該是分成兩個部分 這沒有問題 如果再加一個圓 它就會再多兩個部分出來 就是原本的部分之外 這個圓的這兩個部分 如果你再加一個圓 再加一個這個 再加一個圓 那這個黃色的圓會跟原來這兩個圓 各交一點 那各交一點 這一點跟A因為兩個圓相交 就是兩個圓如果相交 第一個可能是沒有交點 沒有交點 可能是內裡跟外裡沒有交點 可能相切內切外切交一點 再來就是交了兩點 那要不然就是重疊 那不考慮重疊的情況下 最多最多那就是兩點 就兩點 所以它最多就是兩點 那如果重疊當然沒有增加更多的部分 所以要增加越多部分就是交於兩點 那已經有一個固定點A了 當然最多只能再交另外一點 所以這C內圓跟這原來的兩個圓 各交一個點 那這個點跟A就會形成一個區域 這個點跟A又形成另外一個區域 所以它對於原來的圖形 先不要看這個橘色的話 它會多這裡會多一個區域 這裡多一個區域 然後這兩個圓的外部 這裡是在這兩個圓 白色圓的外部 它又會多一個區域 會多這塊區域出來 這塊區域出來 那再多這塊區域出來 所以總共一二三 也就是說 這邊會有兩個焦點 會有兩個區域 那外面還會有一個圓 所以它會多三個 兩個圓的時候多兩個區域 第三個圓的時候會多三個區域 第四個圓我們再看一下 第四個圓那很一樣 除了跟A點之外 它跟這三個圓會各焦一點 各焦一點 各焦一點 我塗這個顏色 一點 這是這個圓 兩點 三點 各焦一點 然後它跟A A點是這裡 它跟A就會多一個區域 它跟A也多一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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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本身這三個圓的外部 這個圓的內部 這裡也多一個區域 是不是 所以它是不是 第四個圓就會多四個區域 所以你會發現 就是說 第N個圓 那會跟前面N加一個圓 除了A點之外 會有N-1個 前面N-1個圓 那每一個點都一個焦點 所以N-1個圓 就要N-1個焦點 那每一個焦點跟A點 會多一個區域出來 所以這裡就多了N-1個區域 那外面 就是這個N-1個外面 這個圓 這裡也多一塊區域 所以N-1再加1 就是多N個 所以AN會等於 AN-1再加2 加2 會多N個區域出來 好 那我們有了這個式子 有了一個開始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 我們原本的 地為第一去求AN的方法 把A1寫出來 A2你用這個共識 A2等於A1再加 這兩個一樣 所以A2就要加2 A3就是AL加3 A2就是AN-1加2 那寫下來以後 我們說這個加的 我們就用空架 加起來 主要B會變成 A1加A2一直加到A2 好 等於 右邊你會發現 A1加A2一直加到AN-1 右邊它加到AN-1 然後還要再加上這些常數 這些常數呢 後面這裡是 2、3、4、5、6 可以一直到N 那2加到N 這邊有個2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2 寫成1加1 那這邊就會變成1加到N 最後再加1就好 所以是1加到N再加1 那就好 把那個2拆成兩個 拆成1加1 那就變成這樣 那1加到N 這是一個等差數列 當然你可以用上1加下1 兩個相加在這裡 像數N的 除以2 然後最後再加1 通分一下 這個1可以寫成2分之2 所以就變成2分之 N平方加N再加2 好 那這個是N大於等於2的情況 那N如果用1帶進來 會不會跟這個一樣呢 好 那N用1帶進來的話 1平方加1再加2 4除以2是2 A等於2 所以你不用另外寫 本來是這兩個 但是 因為N等於1的時候 這個式子算出來已經很一樣 所以這兩個就合併 合併成這個 A1N就寫這個就可以 所以AN就等於這個 2分之2 平方加2N加2 然後所有N屬的 剛剛這樣我們可以解釋